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所涉及的二次金改逼案 今天二审宣判大逆转 陈水扁被判有期徒刑18年 原本的一审法官认为 领导人职权与金控并购案无关 因此金控业者付给扁家的巨额汇款 并没有对价的关系 所以判决陈水扁无罪 但是今天二审法官却认为 金改案确实跟领导人职权有关联 因此改判陈水扁18年有期徒刑 太太吴淑珍也从无罪改判11年 全案人可上诉